大众集团面临首宗由集团持券人发起的集体诉讼案 那么事态将会如何发展呢? 波士顿退休养老基金会 想要为在2014年5月23日至2015年9月22日期间 购买债券的大众债券持有者争取损失赔偿 这些持券人为大众募资超过80亿美元 律师事务所的Labarton LLP表示 大众集团错误以及误导性的声明和疏漏 致其债券交易被人为的抬高价格 仅仅在尾气门爆发以后才开始下跌 该案控告称 大众集团在柴油车中安装了作弊软件 减少测试中的尾气排放量 促进了汽车销售 同时对债券投资人隐瞒了这一行为 造成了误导 大众集团目前在德国以及美国 均面临来自车主和股东的大量起诉 该集团已经为车辆修复以及美国的赔偿协议预留了180亿美元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Thomas A. Dobbs在声明中表示 大众集团在欺骗美国投资者以及监管机构的同时 还从美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手中募集了数十亿资金 在美国 大众还面临6月28日的期限 与政府监管机构 以及近乎50万名2.0排量的汽车车主 签署最终的尾气门解决方案 本期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